哈喽,在九哥 以往我们印象中的堵桥都是在桥上 但是在特种作战模式里 想堵桥就没那么简单了 如果遇到对手堵桥 机动兵可以用勾爪直接飞到桥上去 视野开阔 看到对手还有机会反打一波 不过一般桥上有时对方也会看 那这个时候照样能过 从桥下走 例如对面桥头有人 我们开车最多开到废车处 再往前就有可能凉凉 那就果断翻下围栏 然后喷气跳跃一下 接着开始用勾爪 前面两下勾边上 比较好瞄准 第三下快到桥头啊 勾桥底 就能顺利的到达桥下了 此时新的勾爪还剩几秒冷却时间 趁对方没反应过来 还有可能上去反打 另一边桥头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机场桥同样如此 就连一些小桥 也可以从桥底悄无声息的过去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有人的情况下 我们从桥底有个掩体 如果是没人的话需要过一条河 直接喷气跳跃加勾爪 就能轻松的跨越过去 当你的队友或者对手看到这一幕 估计都忍不住换掉自己现有的兵种 勾爪上树我又试了一下 那些有差的树才能上 光秃秃的自然不行 上来其实也没啥树叶 因人都不好使 另外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勾空头 和队友抢空头都能快人一步 在空中是无法勾过去 落地才可以 也就是说只要动的物体是无法跟过去的 那吃当然也是一样 OK喜欢视频不要关注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